這裡有一個軸旋轉 軸旋轉是在校正你平行度 有沒有90度的這個問題 那再來 首先看到這裡的軸旋轉 這比較複雜 那這裡是我們參考的軸方向 還有我們的rp1rp2 那這個我們要配合這張 左下角這張圖 那首先我們先校正 我們的y軸 他是用斜率上去校正回來的 所以 他會給兩個點 那這裡有rp1rp2 首先我們要到rp1rp2 這樣去走 那rp1的部分 我們現在校正y軸嘛 這裡有個y 那我們這裡就要點y軸 這個先關閉 確認是關閉了 y軸 那他在這個位置 右邊這裡 所以我們 到右邊 然後edge 邊緣 然後選擇你要走的方向 現在我現在要 往x y軸 y軸 y軸過來嘛 所以我h y軸 那這時候他會通電 他利用 電流有沒有通 通過 來確認說我今天是不是 到這個位置 這樣立項群應該是 像循環 我們現在做的位置是rp1 按rp1 他走會變 對 做標訊軸會變 那再來 因為他 會接著 他這種循環邊 他會貼著 然後往前移 拉出來 再移動 像這種旋邊 旋旋轉啊 你兩點距離越遠 越準 對 那再來一樣edge 因為他是斜率嘛 斜率的關係 那你今天 距離越小 他 誤差 越小 越小 誤差越大 誤差越大 你要遠一點 他幾乎比較不會有誤差 就算是 你 你 說 我 說 ,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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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